在封闭了两个多月后 北京新发地市场将于8月15日正式复市 复市后 新发地市场将全面取消零售功能 不再向个人消费者开放 日前 记者提前探访升级改造中的新发地市场 了解相关情况 在新发地市场青农门入口 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 目前进出市场的车辆及交易货物的信息 升级改造后的新发地建设有市场智能管理系统 通过实名认证方式 推行卖方注册制买方会员制 买卖双方在北京新发地或新发地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注册 通过验证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 每一个进入新发地市场的客商 都要进行注册 提前进行注册 把这一个客商的一些基本信息 提前都录入我们系统当中 这一个客商 什么时候 拉什么品种 什么车型 什么东位 提前通过系统 在我们这儿进行包备 车一来了之后呢 经过承重 经过人员测温 经过信息合路 车可以进去 这样就达到这个卖家的注册制 凡是来我们这儿采购货物的客商 提前要注册成我们这儿会员 就是说呢 你过去的 小三龙 这个 还有一些 私家车 就是零售的这一部分 零买的这一部分 现在呢 逐步的限制进入市场 这样的真正实现了 批林封开 虽然取消了新发地市场的零售功能 但为了保障好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新发地市场外 新设有1000平方米的便民菜市场 并严格控制农产品价格 目前该市场已于7月31日对外正式营业 我们呢 就在市场边上 借齐了一切多平米的 一个新发地便民菜市场 而且政策是特别优惠的 特别优惠 因为我们呢 就是租金特别低 基本就没有什么租金的 就一点点管理费 这样呢 从菜价果价各种货品的价格 它成本低 货品的价格就便宜 引导这些个人的消费者 到我们便民菜市场 去采购和消费 同时升级改造后的新发地市场 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消毒防疫举措 将全面取消地下空间交易 禁止在地下半地下 从事一切交易行为 市场出入口设有红外测温设备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 快速登记进出入人员信息 同时安排第三方检测机构入住 定期对市场内环境 物品 包装材料 公共用具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抽检 第一个是帮助市场和指导市场 建立了各项的卫生防疫工作制度 包括人员监测 健康监测 环境的监测 和人员的一系列的监测制度 第二个方面 就是针对市场前期的一些消杀工作 我们提出了专业性指导意见 而且市场也是聘请了专业的第三方公司 开展了专业的消毒工作 这个是我们要求他们一日一消 一日一清 第三个方面 从我们自己来讲 每天安排专人对市场进行行事 发现这个人员不戴口罩 包括体温监测 这一块的 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及时的指出来 据了解 新发地主市场铁路以南区域 将于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营业 将恢复市场正常时期 果树交易量的60% 主市场铁路以北区域计划于 9月10日前 正式对外开放营业 届时果树供应能力将达到历史同期水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